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 现在有些人经常以西方的人权标准来 驾驭我们 我觉得这句话 如果要找一个例子 西方的人权标准不适合于我们 最典型的例子 恐怕就莫过于解放前 我们的外坛上素有一块牌子 叫做华人与狗不准入内 什么叫做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呢 那就是西方人逛公园的权利 不适合于我们 如果他说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说 这个权利就适合于我们 那么这是有利于西方人呢 还是不利于西方人呢 是吧 这个假如 是吧 说西方人逛公园的权利 不适合于中国人 这是对中国的 这是对中国人的贬如 我相信很多人都 都会这么看的 是吧 如果西方人这样说 那是西方人在欺负我们 如果中国人在这么说 那这个人是西方的走狗 是吧 那么从里 如果有人说 西方人应该有言论自由 但是中国人不配有 那么这个说法 是不是也是对中国人的贬如呢 如果有一个西方学者 公然这样讲 我想这毫无疑问会引起公愤 是吧 但是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这样讲呢 我们现在有人说 这却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行为 这不就相当于一个中国人 在外谈挂锤挂牌子 华人不准 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吗 是吧 我说这种行为是近似于汉奸 不更准确吗 是吧 其实早就有学者指出 当代的种族主义 殖民主义偏见 其实在二战以后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那就是从 进化论的角度 强调种族优劣 变成了 从文化多元的角度 强调 文化差别 以至于从所谓的差别权中 得出一些 对人们思想自由的限制 是吧 法国有一个学者叫做塔吉耶夫 他写过一本 很有影响的书 叫做种族主义源流 主要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是吧 大家知道法国有一个很幼的人 叫做Lebon 是吧 那么这个人 是极优异 他要 那个 排优 但是他排优 他 他绝对不像希特勒那样讲 犹太人是列等人 他不是这样讲 他怎么讲呢 他说我要反对那些 我要打击那些 危害我们文化独特性的世界主义者 是吧 据说犹太人是世界主义者 是吧 他们的存在影响了法国文化的独特性 是吧 非洲人不好 相反 他说啊 他说 哎呦 你们的文化真是非常独特 真是非常需要保护 正是因为需要保护 所以你们最好回去 是吧 你们如果待在我们这里 是吧 既影响了我们的文化的独特性 也影响了你们的文化的独特性 是吧 说过去我们啊 强迫你们信基督教 现在我们觉得不合适 是吧 这个你们的 包括非洲人最原始的多神崇拜 也很美嘛 是吧 这个是非常值得保留的一种稀缺的资源 是吧 所以为了这个你们应该回去 是吧 过去我们啊 祖先把你们抓来做奴隶 啊 这是不对的 现在是吧 我们要纠正啊 要让你们回去 是吧 如果你们不回去呢 我们就把你们干回去 是吧 那么你说这是不是种族主义呢 是吧 这当然是种族主义 那么更明显的例子 就是南非了 是吧 我们知道南非的白人啊 在种族隔离时期 什么叫做种族隔离 所谓隔离就是不准童话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要强调差异 而且种族隔离制度的理论基础 就是所谓文化差异 就是所谓文化差异论 讲的简单点就是 白人的人权标准 不适合黑人 是吧 黑人如果像白人那样追求自由 那就是被西化了 那就是扔掉了自己的优秀传统 是吧 如果他们都愿意当奴隶 很好 那是保留了自己的优良传统 是吧 是捍卫了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这个话 就是原话 是吧 就是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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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南非官方理论家的 的 的原话 是吧 所以他们要搞黑人家园 把黑人圈起来 是吧 号称是黑人和白人各自发展 是吧 所谓隔离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而且还说 是吧 这个民主是适合白人的 不适合黑人的 是吧 因此 当时英国人 大家知道南非原来是英国殖民地 是吧 那么英国人嘛 在种族问题上 要比那个南非白人中的多数 就是荷兰裔的白人 要开明 是吧 还在黑人地区搞了一些议会 什么的 是吧 这个布尔人掌权以后 全部都取消了 说这都是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毒害黑人 是吧 他们说黑人应该搞 那个专制的酋长制度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 专制的酋长制度和白人内部的民族 平行发展 他认为这就是捍卫了 每个民族的 民族自豪感 是吧 说这个 如果黑人像白人一样也搞民族了 是吧 那么他们的自豪感就没有了 是吧 只有他们啊 就是处在一种奴隶式的那种状态 是吧 那么他们才是有自豪感的 是吧 那么 当时的 这个黑人家园啊 是吧 的一些传统酋长 的确也是 是吧 在这个黑人解放运动中 是起了那个 阻碍作用 尤其是在94年前后的南非民族化的过程中 他们基本上是和白人极右翼式站在一起的 是吧 那么这些人 他们是捍卫了黑人的民族权利呢 还是根本就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帮凶呢 是吧 我想这是 很容易理解 那么这只是关于文化殖民的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思考 那就是如果说殖民就是有利于西方人的那些做法 那么这个做法是不是只能以 是吧 所谓的强制同化的方式来表现 这里是不是强制 姑且我们不论 能否以强制反同化的方式来体现 这个 塔吉耶夫在这本书里头啊 他就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他说现在为了对付内邦 为了对付那个伯塔 当时的南非总统 这些白人种族主义者 他说为了对付他们的这种文化压迫啊 其实讲文化平等已经无效了 因为他们就是以文化平等为理由 是吧 要把黑人或者穆斯林和白人给隔绝起来 是吧 那么平等毫无疑问是反对任何强势者的最有利的武器 这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在文化上的强势者 也必须用平等来反对 但是塔吉耶夫说 这个平等不能是抽象的 不知所指的 既不是你也不是我 但是也可能包括你 也不知道有谁来代表 是吧 每一个具体的自由人 自然人 每一个具体的自然人 也就是说 对付这种文化压迫 我们只有反对强势者的强制 追求每一个人的平等 也就是说 我们既要防止 既要反对强制同化 也要反对强制反同化 是吧 实际上在文化这个问题上 每一个人都必须也应该拥有这么几种权利 这是在不妨碍他人权利的前提下 第一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 认同或者不认同某种文化 第二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 同时认同几种文化 第三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 认同某一个文化中的一些部分 而不认同另一些部分 第四最重要 那就是每一个人的选择 都不能强加于他人 是吧 他说只有这样 才能够对付了 Bone这些 是吧 我刚才讲的文化殖民 它还是一种价值判断 是吧 就是什么好 什么不好 比如说 有人说自由很好 有人说 有一个更好的大家长 那更好 什么等等 但是实际上在文化的交流中 除了这种价值观上的影响以外 我们把它叫做价值判断 是吧 比如我讲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 是吧 这个西方人害怕肥胖 现在影响到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也害怕肥胖 是吧 这个是一个价值判断 这个肥胖到底可怕不可怕 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 是吧 我们受这个影响 不知道算不算文化殖民 我不知道 是吧 但是 我觉得 恐怕除了这个价值判断以外 还有一个事实判断 那就是我们中国人 假定这个肥胖的确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是吧 这里当然 我只是假定而已了 是吧 如果有人说很好 这当然也是可以讨论的 是吧 那假定肥胖是一个 很糟糕的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在西方的确是很严重 在中国 它严重吗 现在在大城市里头可能是相当严重 那么 在1960年 那个肝瘦和营养不良普遍存在的中国农村 它严重吗 如果有人在当时的中国农村 发动一个反肥胖运动 如果有一个人在当时的这个农村发动一个 反肥胖运动 或者说是反营养过剩运动 那么我们怎么评价它呢 我们恐怕不能仅仅说 它引入了一种西方价值观 是吧 因为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价值观的问题 不是贫富 不是肥胖 好还是不好的问题 而是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肥胖的问题 是吧 也就是说 肥胖这个东西不管好还是不好 在西方是存在 在中国存在吗 可是有些人就喜欢把西方人的问题当成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似乎你不讨论这些问题 你好像就不是谈学术 你只有讨论西方人感兴趣的那些问题 而且娟词认为中国人面临的也是这种问题 你才是真正的谈学术 是吧 这我觉得就是属于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我倾向于这种事情啊 我们不能把它叫做文化之名 是吧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 它其实不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是吧 不是肥胖好还是不好的问题 而是肥胖到底有没有的问题 是吧 或者说是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 是吧 肥胖对于西方人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国人 当然我这里特指的是1960年代的中国人 它是一个真问题吗 当然也不妨说 是吧 比如说对现在的北朝鲜人而言 是吧 它是一个真问题吗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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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